今天比較特別喔 今天想要去參觀一下人家的造景 在台南這邊就有一間了 好像在保安那邊嘛對不對 保安設站那附近 對 阿不知道就是說 他們現在現場的售票啦 或是有沒有賣東西都不知道 就去看看啦 參觀一下 把那個經驗學一下 好不好對我們之後的場景有幫助 好 先出發吧 您已到達目的地 好啦 怎麼走咧 窗戶綠色的 然後旁邊兩個柱子 是倒了的意思喔 剛剛確定喔 為他們台鐵人員 確實是倒了 不過保安設站真的是 不然看幾次都有那個 補服的風味啊 蠻棒的 好懷念喔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密切車站環島 好懷念喔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結果沒想到那個已經已經倒了啦 他那個房子還被台鐵收回去了 我傻眼了 好 我們現在改城去高雄 又來啦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喔 不然我們要去做那個瘋狂摩天的要不要 再做一次 不知道的人大家可以去我的資訊卡檢查 這算博厄特區喔 對 這一區都是 哇 蒸汽的耶 這個啦 這個好帥喔 我其實還蠻想買一輛這個耶 只是跟我們景搭不起來而已 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 他在跑的時候整個連動的感覺很帥啊 哇 好大的輪子喔 快兩大了 哇 OK啦 我們等一下搭這個去 猛時代看一下 因為那邊好像有些模型 這也是蠻好的耶 很大的戶外景點 嗯 好大喔 而且 這邊好多車車廂喔 欸 你看這個好像啊 跟我玩那個好像啊 很像喔 對 抽象拿去跟我那個卡包鞋刀一樣 顏色也一樣 好啦 我們到啦 這個是哈馬興鐵道館 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其實今天真的是 一個 台北坐到台南 5元 11錢耶 好便宜 哇 這什麼單位啊 我們就先來觀摩一下這個到底怎麼做 對 你看它一般的城市的道路 它的草皮我們有像那麼 那麼淺嗎 有喔 買1mm 1mm 1mm 扇形的車站 它停火車的地方 差不多 多了我們多少倍 超多的 它的模型比例是不是比較大一點 HOO 這是HOO軌的嗎 比較大的 喔 這是HOO的啦 欸 它上面還黏一個小人耶 欸 好可愛 它水耶 它只用玻璃 或者壓克力板應該都可以 最主要是下面的那一層 印刷的那個顏色 它的背板 你看它的背板 藍天白零 對啊 所以我們可以吃這個 最重要是後面那個大背板 把整個蓋起來 這個事情的重點 就在於那些車子跟人物的雕塑啦 就是你要怎麼去安排 讓它比較像 像它這個馬路其實也沒有畫線 鹽田的 你看鹽田裡面還有人會動 有沒有看到 真的耶 會動耶 對啊 哇 這是要動去哪 你這個很有巧思是畫後面那個 你看 它余溫都會有那個打水 打氧氣的 對 對 對啊 這台一閃一閃 喔 會車了 會車了 可以學一下這道路 差不多是一個井而已 就用一百多隻了吧 連超多隻的 你看這畫面好久 現在是晚上 晚上的燈都亮起來了 它掉出來嗎 還是一直轉而已 還是一直轉而已 哈哈哈哈 我的最愛出現了 這個 鋒利發電機 哇 這裡還有view喔 斑馬線 然後天橋 這裡很明顯的基隆 車子緊的高速公路 這裡很明顯的基隆 今天也算賺到好不好 整個場館 就我們兩個人而已 員工比我們多了 這個燒網船的這個景 就多少人 這個都要一個一個年了 我們來看一下 從上面看的畫面 好大喔 都是錢啊 各位我看到一個很好笑的 這基什麼是 阿姨山有一個是螺旋的 阿姨山有一個是螺旋的 阿姿字形呢 就是礙於那個山的地形 所以就是這樣上去 這樣上去 它到底 好 轉到 好 叫好 欸 呵呵 日形也蠻酷的 好 各位 參觀完了齁 心中有一個底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越看 就是越模糊 你知道嗎 越不知道怎麼做了 可以啦 OK 沒問題 那洞不會經過耶 你有看到嗎 哈哈 你看後道其實是未來 對 可以看側片 這蠻好的 來 未來行駛喔 超像我在義大利的時候 你看我也直接長這樣 呵呵 如果我對面是陌生的 就是一種尷尬的距離 OK 好玩 好 我們今天的取材篇 來到這個夢福袋齁 來看一下裡面有沒有 OK啦 來了齁 我們來實際探訪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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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可以搭配喔 好 這邊買好了 哇 比比買越多了 我還會爆炸了 怎麼辦 這邊現在好 基本組耶 可惜我已經買了 我已經入了卡頭的坑了 哎呀 喔 我剛剛今天來跳出來 嚇我一跳耶 8000多啦 還好我有會員喔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7折現在 好 我們要扣一扣 剩下 剛剛多少 大概6000啦 五九多 好啦 來到了來到了 7折現在 有沒有啦 今天的那個 取材資旅還沒結束齁 我找到一個 找上去考察 對 我們現在來取材 取材有兩個點了 還沒完喔 今天真的是 非常的慢 喔 晚上開燈好帥喔 好啦 現在呢 就是要把這一盒多的 然後去換別的 來來來來 哇哇哇哇哇哇 你又是一組喔 我吃都很關你 有沒有 哇 怎麼那麼激動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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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浮現了 嗯 阿說你還被浮現了 對 浮現了 OK 來 來來來來 我買了啥 我買了一個房子 跟一個 呃 平教道來了 喔 剩下都是來玩的 哇喔厲害了 瘋了 好啦各位 在這影片最後的 小小篇幅裡面呢 我想要來 抒發一下我心中 小小的情緒 首先呢 在我想要入到一個坑的時候 我就會做很多資料嘛 相關的資料 所以呢 我就會加很多社團 去認識一些人 那不外乎呢 在這一次的 鐵道模型的恩歸裡面 我也是有去加一些社團 潛伏在裡面 那今天那個時候 我有說過嘛 我剛入這個恩歸的時候 那時候感受到的就是說 玩這個鐵道模型的人 大家都是很有愛的喔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被這個感動到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覺得 這個坑 是一個值得跳進去的一個洞 所以知道就去做功課啊 認識廠牌 認識一些商品 認識火車 但是就在前一陣子喔 我看到就是 還讓我蠻傷心的一個 留言吧 基本上呢就是說 我呢 不是真的要入這個坑 對火車沒有愛 只是為了賺這個瀏覽量 我就一個一個來回覆一下好了 好不好 首先呢 Youtuber是我的工作 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一定會把它拍成影片 這個大家現在都能理解了吧 因為畢竟越來越主流了 大家應該都認識這個職業了吧 像是我之前去玩樂高 我每個階段入坑的時候 全心投入的時候 我是不是都有拍影片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嘛 但你能否認我 我沒有很認真的去研究它嗎 樂高系列我也開了大概有三年了喔 我沒有很認真的去研究它嗎 再來第二點 你可以說我不認識很多火車 這個我認同 但是你不能說我不喜歡火車 好不好 我在去年的時候拍了一個 秘境車站環島 做了很多資料 而且親自到訪 把一整個台灣罩一圈 所以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的車站 秘境車站 不仁站 我全部去了一遍耶 這個你能否認我對火車沒有一點興趣 只是為了錢而去拍嗎 那為什麼其他YouTuber不去拍 現在進來玩鐵道模型 一個新手的角度 什麼都不懂的狀態 想要去慢慢的了解 所以不懂一定會問嘛 錯誤了 觀眾來指證 就去更正 你說我沒有這個熱情 我怎麼拍得下去 可能不是我的觀眾 我也能理解 但是如果是我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吧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去拍 我不想拍的東西 我也可以透露啊 綜藝大熱門 國光幫幫忙 這類型的電視綜藝節目 也有找我去啊 分享就是對於玩具的一些 想法看法 為什麼我不去 因為我不喜歡嘛 我不喜歡那種 別人來調侃我們的熱情的 這一種態度 現在心情是很複雜 當你全心全意的 去了解一個產業 去了解一個興趣 然後被那種冷言冷語的時候 這個心情是很不好受的 又留說 這種人的加入 也可以朝熱鐵道模型的熱度 你一方面希望我去提升這個 圈子的熱度 一方面又說 喔 我不是很真心的想要 去了解這個東西 哇 哇 其實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吧 我已經很久就是 沒有拍這種 因為我覺得沒那個必要 因為我覺得沒那個必要 在這麼一個歡樂的圈子裡面 出現了這樣子的聲音 真的是 我是沒辦法接受 好不好 我就是要拿出來講一下 從第一集拍到現在 第五集了嘛 玩鐵道模型的同好的熱情 真的是超乎想像 有很多大師 他寄了他的作品集 然後認真教導我 打了幾百個字那種 教導我怎麼做場景 然後有些人他們家裡會有一些 多餘的材料 多餘的甲樹啦 多餘的車啦 多餘的造景之類的 很多人都想要寄過來 就是說 讓我們可以 運用在這個造證計畫裡面 這個熱情的程度 真的是超過我的想像 所以我是 不會被這一點小挫折 給打敗了 好不好 今天拿出來講 講完之後我就 Let it go 繼續的 給它造下去 好不好 希望我繼續造證造下去的 那個讚就給我點起來 那我們就兩樣子影片 不能這樣你們就新影片啊 就兩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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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